走 走 走 同志 我找一下乔玉菲 谢谢 请进 你 寡气不愿意 我干嘛 你现在走出了 我干嘛 走 走 走 不愿意就会气 是吧 不愿意会气 啊 哎呀 快点啊 快快快快 哎呀 超死了 不在自己不走呆 走的都不走 老头啥有吗 该说的说嘛 哎大姐 知道乔玉菲的宿舍是哪间吗 你找乔玉菲啊 嗯 你是啊 我是她女朋友 啊 你就是柳辉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来来来来来 哈 在这个特警营区里边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啊 那你就是冯姐了 哈 来 那那个叫 叫什么来的呢 女朋友 这会儿老得要外婚齐了啊 哎呀 哎呀 那不如是干嘛 不就是见柳菲就行呢 猫头都对得我来了哦 那柳菲有没有 他那个屁股就行了 没的意思 哦 不说八道 你们晓得 我们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啥程度不成功呢 四皮来的 没 谁不会呀 哪个四皮来的呢 是柳菲先做我的 哎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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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 起来 起来 我呀 正好有采访任务 需要你们配合一下 啊 我是说出了乔一杯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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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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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上去 一个都不能上去啊 陈记者 哎 哎 你把我的队员带在哪儿去啊 我可没把他们带哪儿去啊 他们是没地儿呆了 没地儿呆了 走到队长 走一杯 嘿 他新花来了 哦 又回来了 哎 哎 哎 这算是你了哈 哎 对对对对 快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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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做的 那么赶紧 我才不该做 我先坐凳子 哎 哎 哎 老婆小子太坏了 你来那里不讲一声呢 呀 事先告诉了你 我再想你再给我背后刷子换一换呢 我没有其他意思哦 他们逼我讲的 哈哈 哈哈 嗯 我给你打去吧 嗯 来 哎 哎 电话箱呢 你咋不得接呢 哎呀 肯定是庸团他们 电话箱子之下的捣乱 哎 还在想 那是姐姐嘛 要不这样 他们打前面呗 好好好 我去姐我去 哎呀老兄 不要能压着好不好 喂 小姐妹你在干什么 哎呀不要老了不要老了 改天我请你吃饭 好啊 饭一定要吃的我跟你说 二十分钟以后要出发了 啊 穿好衣服啊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哎 哎 爪子了 爪子死了 接到人物了 二十分钟后 就后 他那么巧了 我讲讲才来 为了办法 我们都是那样子嘛 不管你在干儿子 接到人物后 都在放下 我晓得我晓得 我理解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行行行 好 回家啊 冯小姐 没想到吧 你一直跟着我呀 后话使者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怎么说要干什么呢 真心实意的 想跟你交朋友 有你这样交朋友的吗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挺过分的吗 说实话 冯小姐 我看着你了 从第一次见面 我就喜欢你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 还没一个女人 让我这么动过心 刘班长 你这么做 会让我越来越反感的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对不起 我没有兴趣了解 方黎 听我一句劝 你老大不晓得了 给我机会 同样也是给你自己击 好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你别太小看我呀 再过一个月 我的身价就是千万 那是你的事 对对对 我知道知道 我知道冯小姐 不是一个图钱的人 正因为如此 所以 我才更在乎你 那是你的事 跟我无关 能不能让我把话收完 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我 体力真的很苦 我也有个理想的报复 我现在这个社会 是凭实力说话 是凭金钱办事 我遭了人很多白眼 受了很多急的 可是 我都熬过来了 我都挺住了 现在没人再敢小看我 没人再敢给我脸色看 可以这样说 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但是 我难道就没有权利 拥有一个防御人物 刘班长 你知道吗 其实你真的很穷 你想要什么 别墅 名车 存款 我都能满足你 你穷的呀 也就只剩下钱 这种话我听多了 我说啊 冯丽 你也不必太警告 现在这个世界 是凭实力说话的 是凭金钱办事的 谁离开钱都不行 你整天到晚 拼死拼活 你图什么呀 不就图个能有个安逸的生活吗 那是你 在这一点上 我倒是觉得杨智比你高尚的多了 他高尚 他高尚 我 要不是我借给他那几万块钱 他拿什么玩儿高尚 你以为你这是在侮辱人家吗 不是 我觉得 我说杨智这么几句 你着那么大急干什么呀 冯丽 说句实话 我老刘也是走南创美的人 我眼睛也不周沙子 讲老实话 是不是爱上杨智吗 我可提醒你 人家可是有父之父 你 你怎么那么无耻啊 好 我也告诉你句实话 杨智啊 的确是我的某相 要嫁呢 我也要嫁像他这样的人 我无耻 冯丽 我是光明正大地在追求你 对吧 我是单身汉 你也是独身女 我怎么无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你这人 我怎么无耻 喂 小燃 我老刘 没什么事 想找你聊聊 明天吧 我在办公室找你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你怎么没去约会啊 人家亲子根本不在咱身上 是不是两个人吵架了 吵什么架 我看她是在营区里带时间长了 或者你们家洋质影响 一张嘴就洋质洋质 一口译洋质洋质 你说什么 我想 谁啊 喂 是冯丽吗 我是小燃啊 嫂子啊 你好 你好 你跟刘班长怎么样了 你等会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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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冯丽啊 哎呦 真是不一样啊 恋爱中的女人声音中都透着喜庆 啊 你现在说什么呀 冯丽啊 不是我说你 刘班长条件这么好 都看不上你到底心跳成什么样的男人 啊 反正啊 他不是我要嫁的那种类型的人 你对杨质怎么看啊 啊 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啊 我只是想知道杨质在你的片子里 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是好的了 怎么好法呀 可不能把它写过了 哎 嫂子啊 杨质在我身后 你要不要跟他说话呀 哦 不了不了 改片再说吧 好 再见 再见 哎 爸爸 我回来了 爸爸 哎呀 爸爸 爸爸 咱这一会儿回来呀 哎呀 妈你就知道这些热三味太忙了 啊 你老人家身体咋样 挺好挺好的 你吃饭呢 我吃了 哎 哎 还是咱洗衣服 你快帮他晾一下 好了好了 你快给我回来 你快给我回来 咱俩上那部写作业 你快点 上那儿子写作业 快 妈 妈 走啊 走了走了 还是我老婆能干的 嘿嘿 你还知道了 有你这个老婆呀 嘿 这话说的 我连老婆都不知道 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最近也在忙些什么呢 哎 就那点事呗 最近在单位是不挺开心的呀 哎呀 整天大家在一起摸爬滚打的 能不开心吗 你都不知道 在一起训练的时候啊 笑话出都了 哪天我给你续讲 嘿嘿嘿 哎哎 没别的了 哪有什么别的 哈哈 没把你那些分工伪计 跟女记者好好聊聊啊 哎 你怎么知道他去了 我知道什么呀 嗨 你看什么 又来了 我来了 啊 我问问你 到底是不是吧 不是 他有他的工作 我有我的工作 行行行行 我不回家 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工作到一块的 有的是 你这回家胡搅蛮缠吗 老婆子 我胡搅蛮缠 是我胡搅蛮缠 还是你根本没把这个家放在心上 哼 我怎么没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啊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着 你问我想怎么着 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干什么 拿着拿着拿着 这深更万叶的干嘛呀 哼 你也应该进去 一个男人的职业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一天受力我知道 可是你老跟这事 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干嘛 都生个万叶的 是我瞎联系嘛 人家替你到咱们家来看我们来了 冯丽到咱们家来了 我怎么不当啊 你当然不知道了 人家心疼你 替你排友解难 我算干嘛的呀 哎呀 他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跟我不依不饶的干嘛呀 哎 是我跟你不依不饶 还是人家跟我不依不饶啊 那人就到咱家来看看 就有什么错误了吗 这都不让说了 啊 哎呀 你少管没我们 你不用左右为难 这个家 没有你 我照样能撑得住 我说老盒子 你这一天累懵了 累着你这胡说八道 你说什么呢 我是那种无中生有的人吗 啊 那你的意思是 我天天出去工作 是搞对象去的呗 没好好工作呗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可没说 赢了老婆子 我一天到晚够烦呢 你就别再跟我过一步去行吗 能不烦吗 垫去这个垫去那个的 你有完没完了 你又不希望我回来 你直接跟我说 我现在就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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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 你走 走就走 你走 走 走走你 别回来 你快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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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快别回来 我走 涂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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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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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涂 燃热 这是怎么了 这是 燃热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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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走 妈,妈,你走 妈,妈,你走 我说不到你 就 ゲ道虚 我说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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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哎 贝上姐你怎么了 不知道 我也该有点不对劲 对 继续训练 队长 队长 你的手受伤了 正在流血 还是包扎一下吧 免得感染 后来 正在转 脱脱 可否 果然 可否 冲 毕竟 冲 我跟他这么多年了 现在那种群细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不会是反决心失败的事吧 不可能 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干这事啊 可以当自己的事情 对 队长有事啊 我们的都是自己满着 要不你们几个过去跟他聊一聊吧 这个时候不是时候 这个时候不是妈妈 我去 我去 我这有几包烟 这几包烟 包含你帮我们带给队长 也好啊 反正我有个理由 好 那我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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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很久走 都洗几吧 门进来吗 没关系 好 等一下 哎杨特医生 哎杨特医生 好 手机转 不好意思 门没关我就进来了 来来来 坐 哎 这个是你家东东几岁兄的照片啊 三十岁一半 三十岁一半 那应该是最好玩的最好啊 你最近没会儿回去去看了他们呀 我大有时间回去看他们 有时间看看他照片就不错了 谢谢 哎呀 你怎么了 刚才游泳洗了个冷水澡 好 走吧 省事 也没什么事 这个 这个 都是你那几个兄弟啊 让我给你送过来 这几个小子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 他们还不是关心你啊 关心我 还麻烦你跑一趟 自本来不行了 他们呀 是怕看你的脸色 我除了训练也对他们要求严格 平时我可没跟他们发过脾气 可是大家今天普遍的都觉着 你不太对劲啊 啊 他们是派你来侦查来了 行 这些日子在部队可真没白呆 说真的 我也觉得你挺不对劲的 好好好 我不拍 不拍行吧 是不是家里爸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我家里能出什么事 你嫂子有工作 老人孩子有人照顾 典型的幸福家庭 杨队长 你可千万别把我当外人 说不定有些事我还可以帮忙呢 哼 你们记者啊 就是敏感 说实话 哪有事实都那么顺心的 谁家没有个马烧碰过样的事 你是不是和嫂子吵架了 我去年纪可怎么办呢 当兵的哪那么多讲究 在哪干都一样 要想安全哪 就别当兵 我跟了你这个当兵的大半辈子了 我可不想让我儿子再当兵了 妈 我不离开太近 杨队长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东西才是你真正放不下的 军人的职责 和对父母的消息 那不是矛盾吗 那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了 父母是给予你生命的 军人是让你忘记生命的 从做人的角度来讲 连给你生命的人 你都不去照顾他 那就不是人 从做事的角度来讲 一个能让你忘记生命的职业 由不得你不去认真对待 我听说你爸爸住院的钱 是你向别人借的 朋友帮忙呗 那你怎么还呢 外面攒呗 现在你嫂子这份工作 每个月能拿个两三千 加上我的工资 也小五千块钱呐 我们家这小日子 我这个月工资都花不完 有一年多 也就还清了 你想想 以后的日子 是不是越来越好过呀 敲衍得知足的样子 好像马上就要变成大富翁似的 所以说呀 越是这样了 我就越想我老爹 他临走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 我心里也明白 明白什么 日子不多了呗 当时我们爷俩 心里都很明白 可是谁也不愿意挑拓 我老爹不愿意挑拓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儿子一天工作太忙 必心精神 还得为他揪心 怕我撑不住 我不愿意挑拓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还没有经验孝道 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我想让他多活几年 就连我到医院奔丧的时候 我站在他面前 为什么十亿的半天 我现在等着起来 跟我说句话 有时候你嫂子吧 也是 我太知道他有多么辛苦了 可是我连我的亲爹都没送中 我哪有时间去照顾他呢 是啊 男人在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女人的关怀和理解 这一点嫂子不做挺好的吗 你嫂子好多地方都做得特别好 可是就有时候啊 本来我这次回家 想跟他说两句心里话 哪怕他就做一个听众 就当我说一些傻话疯话 今天说明天忘了就行了 可是他 行了行了 你哪天有空啊 回去好好陪陪嫂子 他最近脸色不太好 也怪可怜的 冯丽 那天是不是去我家了 还给你嫂子买了好多东西 对啊 我去看看老人家 去看看嫂子和孩子 冯丽 有的时候 你还是挺单纯的 嗨 我本来也不复杂嘛 可说好啊 有空 你得回家和你嫂子 听到没有 好了好了 过几天再说吧 什么过几天再说呀 现在就给嫂子打电话 来 哎呀 好好好 快打呀 好好好 打打打 妈 妈 是我 你还知道来电话呀 嗯 你说两口有啥解释不开的 你甩脸就走 你知是你走了 然而哭成啥样啊 妈 有些情况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啥情况不知道 你说这家里头 我和冬冬谁照顾 不都是然人吗 你做啥了 妈 我知道了 我错了 别着急啊 我抽空就给燃人打个电话 啊 啥抽空啊 嗯 现在就说 赔个不是就完了 啊 我去叫他去啊 燃人啊 电话 啊 冬冬 嗯 听话 听话 杨志来的 快 有什么话 说吗 还生过气呢 你把我气成那样 我还等着你打电话哄我呢 他不说话呀 你气得我跟他瓦盆子交际 打得我手哗哗哐血 门儿管我 你走着 我去拿个烟 你别过电话 听见没 你想抽点烟 你昨晚上把叔叔没睡觉啊 你还知道啊 要不现在就回家 别别别 你工作那么忙 哪有时间啊 要领导知道了 好像我拖你后腿似的 关键时刻 还是我老婆 谁也不行 那我平时就不重要了 谁说的 我老婆什么时候都最重要 谁敢说的不重要 我现在就跟他急 好了好了 回来再说吧 再见 再见 妈 妈 来 来 来 马上归腿 好好好 马上走吧 那你收拾 来来 快快 医生 你先送他 你别瞎指挥 接到命令 马上出发 别磨蹭 是 大乡同志 快走走 走了爸 走了啊 走了 同志们 这次任务 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它不是简单的处置突发事件 而是一场 经过长时间准备的 有计划的特殊任务 我们平时的深山抓捕训练 和野外生存训练 这次就要派上用场了 可以说 这次行动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次任务 我要挑选15名队员 随时带命出发 参部长 请指示 好 同志们 上去 同志们 这次执行任务 我要求你们 一定要发扬特经的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战斗的战斗作风 同时 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等着你们 等着你们每一个人 开身而归 是 杨队长 杨队长 这次任务非常特殊 我请示过上级首长 决定先用你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在确保猴子安全的前提下 才能行动 你放心吧 参部长 我会想你一切办法 查明情况 与猴子取得来信 去准备吧 明天凌晨五点 出发 放心吧 我保证万致任务 自由 别动 别动 我去干啥 自由 今天你个生日啊 才不是嘞 我的生日啊 到冬天前了 哪里没吃 蛋糕做的 啥 啥 今天啊 是你的生日 我的生日啊 啊 我都够忙了 我一直没得过生日的习惯的 那从现在开始 以后啊 我每年都跟你好好过 好啊 嗯 是不是还吹蜡烛 算你聪明 不过啊 你还必须把这每根蜡烛 都把它吹明 一口气 没问题 哎 哎 对啊 对啊 还没血 血 血 双手好气 嗯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结婚以后啊 给我生个儿子 对不起 我真说 他都不灵了 妈 让个板呢 要不 生个女儿也行的 套野 套野 吹 吹蜡烛 吹 哈哈 嘉賓 与 离主人找你呢 哎 来了 哈哈 嘿嘿 喂多远 还有两公里就到达指定目标了 路上碰着任何人啊 绝对不能打招呼 好的 我们的身份就是地址看测队员 好 如果有人问起我们 就说我们是明年在这里要修铁路 好 碰着卧底的通知千万不要说 好的 我们要间接的配合他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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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快 快 你躲一点 上一点 放开放开 在这儿卸一下 卸一下 他妈热 你说 这些人是干啥的 瞒着我不行 要不然我过去看一看 行的 你过去行不行 高一点 我上一点 哎 兄弟 这形势都重的 到个山里看下来的 小兄弟 我们是在看测的 准备在这儿修铁路 等明年铁路修通了 你们就不用来回搬运了 哦 你们是看太队的呀 对 没啥用事 拿瓶杆的 咱们俩混一下 左一点 对 左一点 上一点 上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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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留一条 怎么样?可以吗? 好,好 干啥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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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同志 我们公安需要些什么配合吗? 王队长 按研究话进行 好,行 王队长 你立刻返回特警部队 是 走 我也可以